3 2 3 龍泉源魔法特展 和大家相約在華山 等一下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小心 因為它會見邪喔 我叫小豬 我不叫小星 我是叫你小心 我是在關心你 快報 陳匡儀出席衛生用品 記者會被狗仔拍到約會照 不認識男朋友 看看 陳匡儀化身型乾淨女孩 推廣女生私密處清潔的正確觀念 希望每個女孩們少穿緊身褲 不要熬夜和減少壓力 那匡匡自己做得到嗎 我覺得我還滿常會熬夜的 因為我算是比較晚睡的人 對 但是 然後壓力大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身體虛弱 所以我覺得裡面大概 四個全部都有吧 而匡匡音樂拍攝 我可能不愛你 冷氣飆涨 成為狗仔跟拍的新目標 連續兩次被拍到 和擺進四萬男約會 難道女生真的死會了 是好朋友 就是謝謝大家的關係 連續兩次都是跟這個男生一起出去 就是好朋友 對 認識很久了 沒有耶 對 是朋友 雖然說是朋友 可是匡匡還穿著男生的外套 不過面對狗仔的詢問 這位白晶斯溫男卻突然拔腿狂奔 剛剛看到美女的叫聲太挺壞的 對啊 回歸主題 好嗎 謝謝 你考慮的地方賣錢嗎 嗯 可能交朋友的心態 對 可是好朋友幹嘛跑這麼快 對啊 看人海還不錯 那有沒有優點 優點嗎 跑得很快 開玩笑的 現實生活中 遇不到李大恩 匡匡忙於工作 剛從大陸拍戲回台的她 會不會是礙於公司有敬愛力 才這麼低調呢 公司也鼓勵身為演員 因為需要很多的生活經驗 或者是很需要去體驗人生中 各式各樣的酸甜苦辣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交女性朋友或異性朋友 都是讓自己的人生更完整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事情 毛思葉王仁傑的採訪報導 如果妳今天不是藝人 但是妳被拍到了 妳會收集嗎 收集我自己喔 收啊 我也會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流行雜誌 他不是會在路上找素人 然後就是覺得他穿得很好看 就咔嚓 結果我的那個 那個頁面有這麼大 是棒棒 是妳喔 是妳進入我最美麗是那種的 就是那個流行潮流雜誌 哇 我真的耶 妳在超流雜誌裡頭 耶 這麼酷 我跟我的初戀男朋友 誰啊 妳看過啊 就像是那個 對啊 很帥的那一個 帥帥喔 帥的那一個 妳就會留著到現在 對啊 到現在都還在我家 我也有留著 還沒當藝人之前呢 那應該很小時候吧 儀式暴走足 然後會在那邊 妳說是在哪裡被拍 基隆啊 為什麼拍你 因為他們絕對不是報仇主啊 然後我們在那邊 然後警察就林檢那樣 唉唷 我在互備起來耶 哇 吳佩慈、Makio化身Babi 古早葡道對象 希望 好 我們看一下喔 吳佩慈和Makio 麗婷好姐妹 為王營代言的時尚名品站台 派對上各個都打扮成Babi的化身 就連夜店女王Makio也全身粉紅 不像Babi不太吃紋米的感覺 哪會啊 沒有沒有 Babi也會穿很辣的衣服啊 就是不一定啊 他有各式各樣的打扮方式 對啊 也有Bikini的 就因為今天康永哥就說過 Babi正是一個賤人 因為他擁有所有的東西 那我也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成為 這樣的一個賤人 所以一直在心中也一直很努力 希望同時可以擁有家庭 然後擁有我所有的好朋友 然後也擁有美好的愛情 大家都想成為心目中的Babi 問題是Babi的另一半肯妮 卻遲遲不肯出現 已經嫁為人氣的王營 為這兩個好姐妹 介紹了不少對象呢 他有 超失敗 有啊 他們兩個都有啊 我覺得他那個條件就是 因為Pix就是看到男生就會 瞪他這樣子 就是這樣瞪人家 然後就是誰要... 他就是眼光比較... 就是我很難...很難了解啦 所以他... 他只能找平式的或比較矮的 今天是我的帽子 很可愛喔 我也有幫他介紹一個 非常棒 對 但是我實在是 我們兩個都太被動了 所以就沒有那個 好好的發展下去 我到現在還是忘不了他 所以需要先... 他應該會看得到 哈囉 就是聽到這段話 記得要主動打電話給媽媽 拜託你了 白馬王子不肯獻聲 讓吳佩慈一度也考慮冷凍卵子 我甚至已經就是跟醫生諮詢過 但是因為過程其實還蠻複雜的 然後也沒有想像中的健康 他說除非先受精過 可是我... 對 他說這樣子比較容易存活 可是我現在找不到可以受精的對象 所以... 所以就是他就勸我老老實實的 交個男朋友 然後結婚生小孩 希望能在35歲以前 嫁掉的兩人